在斗罗大陆的世界里,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,一般都有着不少势力存在,这些势力要么是学院,要么是家族,要么是国家,他们的存在能促进魂世界的发展,保卫人类世界不被魂兽侵犯,那对于这些势力中的顶尖存在,他们对自己的弟子又会有怎样严苛的要求呢? 排名不分先后,也不分强弱,更不分时间顺序,只是方便观看,第一位,蓝殿霸王龙,蓝殿霸王龙是大陆第一兽武魂家族,因为武魂是龙的关系,他们的族人都相当高傲,在30岁前如果没有突破到魂尊境界,那就会被认定为废人,连分担家族事业的资格都没有,像大师就是这样被赶出来的,而且他的父亲还是族长,照样没能保留住他,可见这个家族对自己的弟子有多严格。 第二位,武魂殿,武魂殿和寻常势力不同,他们有很多魂师都是招揽来的,真正培养出来的核心弟子,一般只有两三位,像狐烈娜短人就是如此,只是和其他势力相比,武魂殿的培养计划,就如同杨谷一般,他们会将大批孩童安放到一个基地里,接着让他们互相厮杀成长,最后能活下来的人,才有资格成为武魂殿核心弟子。 狐烈娜三人也是这样培养出来的,第三位,海神岛,海神岛对族人其实没有太高的要求,但他们不允许自己的族人离开岛屿,这也是很奇葩的规矩,除非是像吉祥这种没有魂力的人,不然其他人想离开海神岛,就必须打败波赛西才行,这种规矩等于让人送死。 毕竟唐晨和千道流来了海神岛以后,照样不是波赛西的对手,除了神以外,其他人又怎么可能打得过波赛西呢? 所以海神岛的族人相当于被终生囚禁了。 第四位,浩天宗。浩天宗对弟子的要求虽然高,但也没有达到严苛的地步,因为风山的关系,每一位浩天宗弟子都卯足了进修炼,想要宗门出山后,给魂世界看看浩天宗的风采,只有唐三是不同的。 他到了浩天宗以后,先是和宗门找老过招,接着被定下三个条件,其中一条就是获得十万年魂环,这对于寻常魂师来说,属实是难以办到的事情,好在唐三是主角,别说一个十万年魂环,十个他都给你整出来。 除了这四个宗门以外,还有些宗门的要求很奇葩,但篇幅有限的关系,这里就不细讲了,在斗罗大陆的世界里,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,一般都有着不少势力存在,这些势力要么是学院, 要么是家族,要么是国家,他们的存在能促进魂世界的发展,保卫人类世界不被魂兽侵犯,那对于这些势力中的顶尖存在,他们对自己的弟子又会有怎样严苛的要求呢? 排名不分先后,也不分强弱,更不分时间顺序,只是方便观看,第一位蓝电霸王龙,蓝电霸王龙是大陆第一兽武魂家族,因为武魂是龙的关系,他们的族人都相当高傲,在三十岁前如果没有突破到魂尊境界,那就会被认定为废, 连分担家族事业的资格都没有,像大师就是这样被赶出来的,而且他的父亲还是族长,照样没能保留住他,可见这个家族对自己的弟子有多严格,第二位,武魂殿 武魂殿和寻常势力不同,他们有很多魂师都是招揽来的,真正培养出来的核心弟子,一般只有两三位,像胡烈娜等人就是如此,只是和其他势力相比,武魂殿的培养计划,就如同杨谷一般,他们会将大批孩童安放到一个基地里,接着让他们互相厮杀成长,最后能活下来的人,才有资格成为武魂殿核心弟子,胡烈娜三人也是这样培养出来的,第三位,海神岛 海神岛对族人其实没有太高的要求,但他们不允许自己的族人离开岛屿,这也是很奇葩的规矩,除非是像吉祥这种没有魂力的人,不然其他人想离开海神岛,就必须打败波赛西才行,这种规矩等于让人送死,毕竟唐晨和千道流来了海神岛以后,照样不是波赛西的对手,除了神以外,其他人又怎么可能打得过波赛西呢?所以海神岛的族人相当于被终生囚禁了 第四位,浩天宗,浩天宗对弟子的要求虽然高,但也没有达到严苛的地步,因为封山的关系,每一位浩天宗弟子都卯足了尽修炼,想要宗门出山后,给魂世界看看浩天宗的风采,只有唐三是不同的 他到了浩天宗以后,先是和宗门长老过招,接着被定下三个条件,其中一条就是获得十万年魂环 这对于寻常魂师来说,属实是难以办到的事情,好在唐三是主角,别说一个十万年魂环,十个他都给你整出来 除了这四个宗门以外,还有些宗门的要求很奇葩,但篇幅有限的关系,这里就不细讲了 感谢观看